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跌超过1% 临近5间收盘指数是有小幅的回升 此前一度活跃的游戏概念股今天是陷入到一个回调当中 总体来看各股也是跌多涨少 两市超过2800只股份都有在下跌 嫖率 首先请您带我们关注一下今天A股的一个盘面情况 首先我看A股最近阶段的走势就是一个板块轮动 目前的行情就是一个轮动行情 但是这个轮动行情 我们看到市场的主线始终围绕着一些和疫情 我们所说的放开相关的一些医药 然后以此为一个市场比较持续性的一个板块 其他的板块就不断地进行轮动 那么这种轮动我个人觉得在目前来看 对于指数的影响力实际上正在越来越弱 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一个阶段这个指数要进一步地往上推升 难度是越来越大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是靠一些板块的一种轮动 概念的轮潮 去维持这个市场的一个做多的力量 这种做多力量就明显感觉到整个市场是一个存量资金运行的一个特征 实际上非常明显 那么既然是存量资金的运行特征 那么这个市场就很难有一个比较好的持续性的 做多的一些市场的机会 所以导致市场观望的气氛 在今天实际上是非常明显 好的 那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个全球球迷四年一届的这种狂欢节 就是2022年世界杯了 终于是在卡塔尔正式开罗世界杯概念股 就出现一个高开低走的行情 那A股方面自古都有一个叫世界杯魔咒这样一个传说 此前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概念股是一度触及的涨停的一个网达软件 一度是转跌 风上文化还有心灰娱乐等等也是有个集体的回落 那再请问一下许总了世界杯展开的这段时间 我们再去关注这个世界杯概念股会不是为时已晚了 还是仍然有一些机会呢 我觉得这种机会都是人造 为什么说是人造 因为这么多年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题材概念 但是世界杯概念股我是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炒作 因为作为我们比较经常活跃的球迷去股民加球迷来看的 历史上就没有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今天我觉得市场可能把世界杯的这个概念等同于现在的一些所谓的文化 娱乐体育等相关的板块的一种活跃 那么这种板块活跃我觉得最近一个阶段 它也是一种弱势的题材概念化的炒作的一种轮动表现 所以这种轮动表现有这样一个特征 一旦题材出现退线 马上就是冲高回落 所以从目前来看呢 它更加反映了这个市场 实际上现在能够炒作的品种 都是借助于一些消息的投机概念 所以我们不认为世界杯概念 所谓的品种在世界杯 行情中会有表现 而且我们可以跟各位再多做一点分享 包括我们在之前跟徐总在这个休息时段有探讨过的 就是世界杯魔咒 在A股一直很盛行 我们统计显示 在过去14届世界杯举办的月份 仅有三次是有全球股市出现上涨 而下跌的概率达到78.57% 当然今年的世界杯可能会略有不同 因为这好像也是首次在北半球的冬天的时间来进行世界杯 至于这次能不能走出一个不同的行情呢 那四周之后我们也可以见到分享了 好 我们另外再来看到其他消息面上 人民日报发布了优化防控20条措施问答 当中强调要加强医疗资源建设 落实分级分类诊疗板块上 新冠药的概念股有一个持续的活跃 那么特医药业11天出现了7次涨停板 老龙头久安医疗也是有涨停 其他的还包括有康源药业 三元基因等等股份 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幅度的上升 特别是一些新冠医药相关的一些个股 现在请教许总 是不是仍然可以来持续关注 后市还有机会吗 最近一个阶段呢 整个市场实际上都在搏 我们所说的防疫政策的放开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也注意到 实际上各个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呢 并没有明显的放松的过程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今天和一些业力人士在探讨一个什么情况 我们发现最近一个阶段炒作医药股啊 有点类似于2000年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新冠刚刚开始初期 在国内的流行过程中啊 炒作的这些板块又卷土重来了 它由我们所说的一些我们所说的试剂检测 到医疗的器械再到医药的等等 我们看到这一条龙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医药行业的这个各个子行业 它都有所表现 那么在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现在这样一个炒作医药股的这种行情中啊 投机的特征是非常明显 那么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医疗器械 在未来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地方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医疗的 我们所说的基础建设过程中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需求 但是这种需求要落实到医疗器械 落实到医药等等 都不得不面临一个集材的 未来行业的这个利润的一个 我们所说的一个限制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类炒作所谓新冠放开之后的 我们所说的需求啊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存在了一个 比较大的投机题材的一个市场特征 所以这种特征呢 往往的短期会非常的火爆 但是呢中长期啊 这种板块啊 很可能今年就是第四季度炒完以后啊 明年可能这些板块 包括我觉得现在的有许多的医药板块 包括医疗器械板块 明年很可能就没有行情 好的 那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板块 比如说近日消费股就出现了一个重挫啊 10月以来啊贵州茅台累计跌超过25% 股价是从1800元区间 一路是下探至1400元 中国中棉等权重消费股也出现了大跌 那您认为啊 这是不是显示了市场怎样的一种情绪 那面对相关的调整啊 投资者应该如何来看待 并且是做好一些相对应的一些部署呢 首先关于这个消费股啊 我们在这里已经反复跟大家说过 而且呢比较早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我们对于未来一到两年 或者更长周期的这种消费行业啊 实际上我们还是采取了一个相对谨慎的一个建议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觉得在目前来 总体的一个大的经济的一个周期啊 实际上对于消费股是非常不利的 尤其像茅台啊中国中勉啊 这些本身它就属于可选消费之类的 这种龙头公司啊 它的冲击是非常明显 你逼选消费呢 可能相对还有一定的市场的份额维持住 但是作为可选消费啊 未来啊很多投资者可能认为呢 可选消费会有一个像龙头聚集的过程 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总体行业 它实际上已经份额是在不断的 总的份额是在不断的收缩 这也反映了我们什么呢 就是由房产产业链到下游的消费产业链 实际上已经代表了我们未来经济的总体的一个 我们所说的下滑的态势 对于居民的消费影响 对于居民的可收可投资的方向 以及居民可支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份额 实际上已经显示出一个非常清晰的市场的一个脉络 所以在目前来看呢 如果说去博所谓的疫情放开之后的消费复苏啊 我觉得这个逻辑啊难维持住 好的 最后点时间我们再请教这个许总啊 看到在A股大盘表现方面呢 近期呢已经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一个 这个回这个回升的一个状态了 看到什么一个位置 8月中看到的3200点附近水位 有机会再见到吗 首先我觉得这轮反弹的主导力量是哪里 首先我们看到这轮反弹 跌幅最大的品种是反弹最大 那么包括我们目前炒作的一些提财股概念 你仔细看都是前几年跌幅巨大的品种 那么本身显示出它是一个技术性的因素 第二个呢 它内在的一些我们所说的政策因素呢 可能市场也在憧憬所谓的疫情政策的放开 对于经济的一个刺激作用 那么我们觉得在目前为止还看不到 那么第三个我们支持本轮行情的 我们所说的最主要的一个逻辑 那么我们说经济的一个回稳 目前从经济数据 从涉容数据 从个人居民的消费数据来看呢 都没有显示出这样一个回稳的一个信号 所以这几个因素支持的这种反弹呢 目前为止 我觉得可能慢慢被证 所以我的判断 整个市场这一波的反弹 可能中短期啊 它还会重新回到一个 弱势整理的格局 可能不会再次出现大跌 但是呢 正当弱势的格局啊 较至于前期的反弹呢 已经有明显的区别了 好的 感谢许总这一时段的精彩点评 我们去一节广告 广告过后我们回来再聊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